文童現代日清朝平 英文俊議員 文童現代日清朝平 台副總理 副總理 副主任 副協議長 各位歸於各位議員 朋友 大家好 第八屆的主意就是改變 改變可以讓一個黑人當美國總統 改變呢 實質上可以主要的為了就是不變 不變的就是我們希望精益求精 過得更好 為了好所以就要變 那很明顯的台灣的產業發展 已經要除了要硬的以外更需要軟的 除了科學科學技術以外更需要創意 這個就需要變的 因為台灣如果不變的話 只靠硬的只靠科技而已 是不足以整個在國際上長期跟你要競爭 但是要變本身 你就要培養能夠變的一個能力 需要時間 那我們很高興的就是 洪基的這個數位創作獎人 經過了七年 也奠定一些基礎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一次實際上也在變 變的是 辦法也在變 我們獎項變了好幾次 這一次又做了一個最佳新人獎 因為要鼓勵新人 有增加創意獎 因為本身就是在創意 就要做創意 另外在種子學校裡面呢 我們也改變了一些方法 我們主動去選一些需要去 補導的一些學校 同時我們也希望我們得獎的 這些學生們呢 能夠到各個那些學校去做分享 所以這些變化呢 無非都是要更好 那當然這個事情 為了好呢 就長期努力下去 不斷的在變 我也利用這個機會 非常謝謝 我們的指導 協助單位 還有聯合寶 更重要我們還有一個 去年的特別獎的 吳同學來參加 也非常謝謝他們的參與 他就是最佳一個典範 那我們期待 有更多像吳同學這樣 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恐怕未來要 跟國際上跟人這樣競爭 像吳同學這種人才呢 要很多很多 不是一個 要很多很多的 這樣 我們就有希望 好謝謝各位謝謝 謝謝廣告員 謝謝